大約80名雷曼府主大聯盟成員 趁著立法會就雷曼為債發表報告 他們手持還額在立法會外請願 雷曼府主大聯盟副主席簡豪明就認為 報告只是向官員發出譴責和批評 而沒有要求仍然在任的官員問責下台 是對府主不公道 他又說政府和立法會中會面臨換屆 擔心日後沒有人再跟進府主追討事宜 至於雷曼府主大聯盟前主席陳剛瑜就說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也應該就事件引咎辭職 雷曼府主之後會由政府總部 游人去到特首辦、金管局、證監會 並以中環匯封總行為終點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食報導